下一部是人類衰退,有一個鏡花簡稱叫人衰,不過鏡花是官方的名字 不是麻衣黑髮之好 我覺得這套東西挺特別 因為她的女主角是中原麻衣配音 當然中原麻衣最出名的可以說 麥希咪壞掉樣子 或者簡單說,韓蟬的柴刀麗 轉陪你壞掉的 沒什麼問題 但是看了幾集,沒壞過 不是呀,她那些是粉紅色,第一集已經黑了 她那些是粉橙色 根據粉紅色切開就是黑的理論 我覺得她又不算壞掉 我覺得只是一個很反映現實的打工仔性格 這些是香港核心價值 她是公務員 不是,她很忠於她的工作 是,公務員是這樣的 那我先說回故事簡介 故事講什麼呢 故事其實沒有怎樣交代過 她沒有怎樣交代過 她沒有怎樣交代背景 是的 劇主線網題但她背景 由來又發展了什麼 沒有說到 就是人類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沒有收到文明 變回到中世紀之後 你可否當是中國文化大革命之後 很和平的世界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有核彈出來的 有自家假假人治的那些 1970多年中國有核彈 你當中世紀那種很和平的生活 但他們好像又不夠食物 資源上好像不夠足夠 你會看到她的居住環境 是一個大概十四十六世紀左右的 一個普通農村 不會有現代的高樓大廈 你看到她的人 就好像有些 沒有明顯的貨幣制度 還好像以物認物 用村莊來做居住的一個 Community的單位 但是她又會有電 然後那些男人就會出去狩獵 打獵 他們在農村沒有東西中才會打獵 有東西中就不用打獵 很簡單 如果你說用人類學 農業社會之前就是狩獵 他們會有狩獵 男人會有狩獵 女人就不知道劏雞 男人抓不到東西才會劏雞 就是家居的手作處 但是很有趣 第三集你會看到有輛車 她會用蒸汽機 即是工業革命的時候 十八世紀 但是她又會有電 即是她很多東西混合起來 其實你對於那個時代背景是比較含糊的 如果你說農業社會之前的話 就等於說中國的春秋戰國之前 但你要有電 你要知道是清朝 但你要知道有蒸汽機是明朝 即是她由春秋戰國、明朝和清朝 那即是甚麼呢 混合起來 我記得之前說的遊戲 可以由原始人打到坑戰 那種叫Empire Earth 世紀帝國 世紀帝國 好像來得比較遠 所以其實她的時代背景 真的很特別 她又沒有詳細解釋世界觀方面 一來就進入主題的故事 但她的原著應該是小說 是 有原著 好像說是兒童文學 你聽說是兒童文學 又是兒童文學 我想是No.6 有機劇 那是兒童父文學 這也是兒童父文學 所以可能動畫版沒有文字表實 但你要看到她的生活背景 就融合了不同人類的文明年代的一些產物 或者是一些生活方式 但是她剛才說人類衰退 隨此以外 即是從生活方式見到之外 你會見到她就說 人類好像說很少 還是什麼物資不足 她應該是經歷了某些東西之後 人類的人口的數目是減少了很多 即是好像傳些什麼穩石地來冰河時期 死了一堆人 我不知道是不是死了一堆人 總之人類變成少 然後另一個大種族就出來了 就是妖精 絕對想起這個of the dead 但是她說妖精 但我覺得是類似什麼示威人 很密 即是那些童話故事 那些示威人 你睡覺的時候出來幫你做事 很可愛 男精靈呢 男女精靈 類似的類似 類似的類似 那些精靈是差不多繼承了 所謂的人類 即是所謂的人類 即是所謂的人類 文明未失去之前的 所謂的知識和經驗 但他們不懂得很運用這些知識 即是有知這件事 但他們不懂得用 是的 基本上人類想要做些什麼 他就盡量去滿足人類那種東西 但是用一些知識 可能會用錯都未定 他裏面也說到 他有件事 挺像我的 課分 課分的 是 不好玩就不做 是嗎 很隨心的 做事有少 總之他做的一切都是為了要吃糖 而且很喜歡吃糖 即是你當小孩子 我不是小孩子 類似的 給一些糖果 他們會很開心幫你做事 即是單時也不會幫你做事 但是他們不是明知道有糖 他們會幫你做 是會先幫你做 然後要求有沒有糖 這樣 挺有趣的 表情的收拔 你會看到童話表現這些 看上去就好像 好像挺有趣的 但是 有樣擔心 他究竟想說什麼 這個我覺得很值得深究 譬如說 一開始大家說 雞不見了 是 然後 看到 為何突然工廠出現了很多食品 是 基本上 因為他人類社會 是 那時候應該資源不足 即是 食糧食 男人那些 守不到獵 拿不到獵物分 拿著下午氣 然後那些女人就笨手笨腳 本來就叫他們劏雞 但是令他們的雞走光了 那些雞色飛得那麼高 是的 總之基本上 糧食是暫時 第一集來說 要解決的問題 簡單來說 生存權的問題 是的 但是妖精知道 這件事 就會 想一些方法去幫人 但是他想一些方法 很奇怪 結果是 村莊出現了一些迷之罐頭 大陸的罐頭 成為大陸生產會 那些罐頭上面真的很有趣 印了一個 妖精寫的 是的 那你 突然間有一堆來源 那你身為主角那個調查官 調停官 調停官 那又要去查這些事情 為何會無緣無故有這麼多食物 調停官是甚麼呢 調停官是甚麼呢 調停官是這個 妖精和人類中間的橋樑 它的直屬組織是聯合國的 不知道為何 是嗎 我沒有留意這件事 沒有留意 他的說法就是 人們不敢吃那些東西 因為不知道在哪裏來 都要吃的 基本上 應該有吃過 但是要調查 究竟在哪裏來 當中看到主角有拿來吃一下 即是女主角拿來吃一下 然後還說很好吃 那些東西這麼奇怪 有魚味但不是魚 有魚蛋味但不是魚 你說話嗎 現在的音樂節目都是 這條魚是怎樣的 有魚味 這碟雞是怎樣的 有雞味 就是怎樣的 很好吃 是這樣的 其實他裏面說到是甚麼呢 他說 這些食物好像是魚 樣子好像是魚 但味道很奇怪 就是 應該不是魚做出來的魚 簡單來說 例如大家去桌袍買 掃雞掃鵝 其實全部都是麵筋 即是有類似那種味道 但不是那種 簡單來說 都是Chemical loader 蠔油是沒有蠔的意思 那就追查 追查 追查 去到一間神秘工廠 神秘工廠 好像珠果的周圍那樣 那間工廠 那一套真是童話 發覺就是 這件事很有趣 首先 好像那些 靜光營靜 即是積木 對 好像打機的場景 分了號碼 積木 但完全不見任何的員工 有一個 有一個 是那個人 是那個 是大叔 很神秘的事情 就是 有些東西 他請了這個人 但他那個人 完全不會深究 誰請去 總之他有糧出來 有糧出來吃就行 是 很典型的人 很典型的公務員 很典型的公務員 對 沒錯 他們又在一間工廠探索 慢慢 因為他們一行幾人 四個人 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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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手 祖爺 還有個聖局先生 然後逛一側 阿爺不見了 上廁所 他說上廁所 然後聖局找他 聖局也很不見了 嘩 好像很神秘 他們到底說什麼 你漏了幾個字 我以為是精神小說來的 我以為是精神小說來的 不要緊,先說完這個 後來他們在... 連助手都不見了 他們倆一起走到一間分路 坐在運輸帶裡 後來突然動 然後他分了兩條不同的branch 然後又失散了 簡單說了,被人分開了 當然大家就算沒有看過這套動畫 但是看那些字頭都會見到一個非常明場面的 就是會噴血的麵包 例如一美的時候 第一閘美 不知道什麼合適 就是果醬麵包 那些果醬麵包 果醬麵包 他說是很恐怖 但其實是很恐怖的 那個畫面是很恐怖的 是麵包自己 自己拔開自己 你想想五餅魚都是耶穌手拔開 就是現在喊東西拔開自己 不是 就是耶穌拔開那塊餅 就是耶穌拔開自己 然後頭髮有點血 那幹什麼呢 他講不是血 他講不是血 他講是多 那些麵包很多 不是,他說是金筍汁 紅色 金筍汁 橙橙的 好像你抬頭也知道 你回去看看 橙? 嘉爺光色橙 不是橙色 你應該要圓滿 他肯定是紅色 不是,他都橙橙的 紅色的 紅色 每看都會這樣 這樣就比較奇特 這就是第一集完 這集 其實沒事的 現在都是那些爆漿魚蛋 爆漿魚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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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第一集做到衝擊性 你會吸引他去看第二集 很可愛 是的 那些獵奇的 那些下某些人看 他做得多厲害 他面對這麽驚嚇 他懶不靜地說 我不吃 但是要補充一件事 就是 我沒有記錯 現在好些做麵包的工廠 是真的好加胡蘿蔔素 那他會不會那些麵包自己撕開自己 他怎麼說 不會 對不起 真的有這些東西 另外一方面 現在的米 有些米都是加了胡蘿蔔素 即是基因改造 他就是加了營養 你可以這樣說 所以某程度上是反映真實 即某程度上 那個麵包實際上已經不是麵包 是加了某些東西 這個後來我們會再探討 我們繼續去下一部分 講完麵包 後來他們沉沉覓覓 然後去到 找到最終大佬 對 阿所長 好像今季SAO 找到門開門 阿所長 阿所長 隨便所長可以不說 基本上所長又是一個很典型的 為權力而生的人 又是一個公務員 他有些不同 他跟之前那個開門口有些不同 他是為權力 之前那個是為錢 差不多 不同的 小小而已 我們跳過了他 大叔沒什麼興趣 總之他是追求很多公式 要世人讚揚他 沒什麼問題 然後他找到一個最終BOSS 第一關的BOSS 他們看到的不是柴刀 應該先看到背影 很多人都坐在一起 好像董事一樣 很帥 很帥 還要找背部掌握著你 哈哈哈哈 你終於來了 最後大魔王 其他人都是加工雞 什麼叫加工雞 你去切到白雞 摘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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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說 處理中央陶座是雞 大家在超級市場看到 就不是街市 總之是摘毛了 摘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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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重就看不到他沒有摘毛 摘毛 那算了吧 那最終摘毛 摘毛 根據妖精給的眼鏡翻譯出來 要征服人類 你錯了 是征服男星 總之說人類的低等 人類的肉 他指揮用人類的肉質去分別 人類的肉不好吃 雞肉不好吃 人類的肉質不好吃 這個絕對有根據 因為過漢這個明末的大饑荒 曾經有人吃人的記載說人肉是比較像老鷹的肉 是偏酸的 偏酸 又鹹又酸 不是因為吃了太雜 也是 我們雞肉就好吃 雞的智慧高於人類 所以應該統治人類 最初是修羅行動 類似 說完之後馬姨說 搞硬頸,你又會告訴你們 總之他講了很多資料給他 但他完全不知道 完全聽不到 聽不明白 沒有聽 機械聲 說了很快 完全不知道說 很可笑 你見到雞的表情 不要說表情 有個洞在動一動 肢體的雞肉如何擺動 雞皮如何擺動 即是畫面上的衝擊性 給了你 其實你想衝擊 即是吸引你的眼球 其實那裡不算是衝擊的 譬如現在人們會看那個兵馬俑展覽 你可以去那些白街 看到一大堆的雞 衝擊性都很大 會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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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團的震撼 兵馬俑就不會動的 這樣 這樣 比較奇特的處理手法 但其實這個理由 不能說跟現實沒有關係 因為 那些都市傳說 最喜歡說的 大家吃這個KFC 所謂KFC的雞是沒有頭的 即是 什麼人工賠償出來 還是什麼 那些雞 本身的雞是沒有頭的 是怎樣怎樣的 找腸罐進去的食物 什麼找腸罐進去的食物 那些是鵝肝 美國那邊有這樣的傳言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不要理他 但是 是有這個說法 這樣未必有很多年 你可以當他玩了這個噓 即是他用了這件事 來做這兩集的故事 但其實有一件事 他必知的樣子 其實是 雞被創手追的時候 是播放很 很典牙 穩在古典 因為他配合很滑稽的場面 我覺得挺棒的 歌劇風 是不是真的反差 不是 你最看到的是什麼 有些白鴿在那邊飛 這位是周潤華 有白鴿飛的 有白鴿飛的 你想想那些雞在那邊跳 上面有些白鴿飛 很可愛 很可愛 這樣 會看到有這些位置 第三、第四集有關係 可以分開來說 第三集是說同仁字 基本上一、二就已經結束了一個單元的故事 我想他已經定了 之後那個動畫的風格應該都是單元 單元 就是一個單元 而第三集比較特別 雖然都是說漫畫 但第三集說的是同類字 第四集說的是真漫畫 那第四集我還沒看的 又馬力發揮先 哈哈 馬力說第三集先 第一集同類字是說 人類其實有些人 是調查古文明遺跡的 有一個 即是麻衣的朋友 挖倒一 說回來 應該之前都是同事 但是不知道之前走到哪裏 然後駕著 精氣車很帥 飄移回來 總之不要理會 精氣車不是問題 出了新角色 大瓜新故事 就拿到 找一部影印機片 還有一些 舊時紀錄人類文明知識 所謂的CD 類似的光碟 但問題 CD還是書本 CD是不是 有CD 有CD 類似電子磁存裝置 或者是電子書 即是同仁字 副本 還要進入電腦 不知道為什麼 引起好妻 就副本拿出去派 自己看 自己看 OK 可以用來做生意 然後拿著這部 他拿回來的影印機 就是這樣用 行房 但你不要問我這些墨 那些什麼紙 什麼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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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 他說有在他們寶島 村裡有 不知為什麼 他觸覺撐一部機 就在偏向人 總之找回一些 同仁字的副本 有些人說不夠厚 我自己畫 找一些人說 出了一本類似合康 即合康出來 這時候 因為他分拍 人可能是聚居的地方 其他地方都開始學 開始模仿 因為基本上 很簡單 就是 如果一件事有 紙場價值 就有很多人跟風去做 這是中國人的特色 其實到處都是 始終也是 香港人最重要是頂閒屎 頂閒屎 頂閒屎 然後就一起死 是啊 沒有頂三家 分了三派 分了三派 之後 主角朋友的班 就覺得 不可以輸得 於是越整越勁 弄了一本超後合集出來 主角朋友叫阿Y 你有沒有說到 他忘記了名字 他忘記了名字 那些運勢公司說不送 其實那時候 應該是有些軍人組織 他送一些東西出去 順便幫忙去送 但是 當你要求越來越過份的時候 即是 可能影響 可能影響到 他原本要出去 日常用版 但一把位給你送 是啊 太重的時候 發肥 我又沒有錢收 你又沒有給錢 我運送 我發肥 就不幫你搞 然後他回到 我們不是送給別人 要別人過來買 想了一種方法 三家合作出來做的 comment market 基本上有初型 就走出來 只是買副本 即是這些幾個人 以及 我們知道的東西 所以這個不用註解 這些 看得開心 會比較容易 都是幾個人 其實前面 你會發現 很靜守 很照顧 最後一本書 一打開 現在就把馬醫吸進去 這個就是奇幻的 奇幻的 很正常 你覺得一看副本很正常 吸進去 很正常 不知道 整本書 你不覺得第三集有妖精 好像沒有關係 是啊 沒有說 所以想起來 不過第四集會說 基本上 他進入了一個空白的地方 這是什麼 我又想到補充 大家看鋼年會看到 Homo Kulus 人造人 沒錯 沒錯 中世紀的練金術 會稱為蕭平中的小人 Fa那一代 也有說過 也有說過 當年 最早 十九 還是十八世紀 十九應該 發明 電視人 也有人用這個講法 去講電視機 人們有一個雙的生活 當然 那些不應該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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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不應該是妖精 對 在電視機上生活 對 會有這樣的事情 所以才會播出電視節目 不知道這個吸進去漫畫 人在漫畫間裡 會不會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對 但這個是我們不認識的領域 要看動畫拍攝 對 他是這樣的 可能不知道這是漫畫 大概做一些 有R有下過音 做了一些Event 開下一格 最好笑是 不是 他很搞笑 就是做了一格的 那個音的字出來之後 他就會有門 讓你走到下一格 然後 以Y的知識 基本上 他就很快就會知道 這個是一本漫畫裡面的框 即是你漫畫屬於有框 有大小 有下過音 有什麼焦點 焦點線 什麼 什麼 重點線 然後 這些官方會有時光 根據人氣漫畫 可能很多人看有多光 沒有人看看一邊 也會暗 暗一點 好笑 對 還說如果人氣跌的話 它會下降 有些類似針的排名表 多人說他們開頭出場是第五位 然後Y就說 類似 想打爆這遊戲 即是離開漫畫 可能要去第一位 然後就開始慢慢想 研究一些策略出來 如何令自己的漫畫 超前其他人 去達到第一位 因為三角面就行 Y就最熟漫畫 所以就給了他做負責 想了很多屎翹 哈哈 開頭是可以的 真是開心的一位 但之後發覺大家都驗了 劇情都暖了 所以就變成包尾 不是 基本上前面肯突然彈一些東西出來 就好像這套動畫的第一集 麵包撕開 這些什麼很充激性的東西 對 所以你的排名就是上升 我期待下一集究竟做什麼 我還未看第四集 那些全部是副本來的 副本有什麼爆炸 不是啊 它現在吸了下去 你可以當作一個新的展開 同時沒有關係 那就是現在 它說了 順便說了 漫畫的排名 即是怎樣去 一些作家 一些作家 怎樣去 怎樣去 運用一些策略 去令到自己的人氣排名 即是好像基本上 就在看爆漫 有些像 但原來 一切都由姚貞在外面搞出 搞出新事 他們就想看人類漫畫 就是人類漫畫 就是人類漫畫 大家根據排名去比較 然後他們做編抄 去寫一些評語 他打開門 然後就看到代軸的位置 通常是有些字 整齊到黑袖身 這就是剛才的說法 調轉 不是人看電視 是妖精看電視裡面的人 妖精看人 即是原來漫畫出來的 其實有些很有趣的例子 他們有 看到原來的國際開關 是一格 玩一格大小的 這些可以就像 Blake 什麼 整敗那格 有跨業在一頁 一頁跨業 兩板 一板空一板黑 然後那一格 他們存在那一格 就很大格 超巨大 可以放很多東西 是 九米田康子的粉絲 什麼 高橋陽一 射門 有兩頁大業 那些 總之類似 玩和好玩 人家都掉了 掉下去 就越來越暗 就越來越善過 就是會不會掉落地獄呢 會不會被人咳嗽 沒有辦法 我要離開這個世界 原來沒事 就是離開了 都叫沒事 就變成夢結局 然後叫阿爺拍勝 這樣就完結 我不知道第五集 會不會都要說這些 但是照看來講 這兩集會是一個單元 他要玩 他要封一封 都要針對漫畫排名 就是 為了維持這個排名 有很多奇怪的東西 所以這套動畫 就有很多元化的 你完全不會猜到 下一集會說什麼單元的東西 一個集會很濃縮 即是說 講畫格大小 講畫格大小 講所有針裡面 完全套路 講了差不多 你看一集 就知道針不上 如果你知道這方面的知識 你會看得很開心 是 就算不知道 課分也挺有趣 是挺有趣的 她那些妖精的串場 都很過癮 小偉人 妖精這副人 我覺得很好看 挺有趣的 當然 女主角那種 現實性很重 或者比較黑的 內心對話 我覺得她又不是很執著這件事 怎樣發生 對呀 不是公務員 對呀 公務員就是這樣的 她好像變成第三者的心態 去看一件事 對呀 她遇到什麼 又不會說是驚慌 那是不關我的事的 大哥她自己都會在賣話格裡面 她其實想走 但又不要急著走 對呀 隨便吧 很淡定 喝了淡定的紅茶 喝了淡定的紅茶 類似這樣 很奇怪的展開彈 但又有 如果聽明白 有些諷刺意外 也有 期待她之後會怎樣演進 但有什麼單元 最後就講講OP OP 其實驚喜不算很大 純粹是一個活潑向 但OP是看她沒有到 奇怪沒有到 奇怪 這些應該是可以出糧工 沒有二代那些 找人擺小蟻人 沒有所謂的 全部做那個動作而已 那些PSO2的雞在那裡做 這樣 反而我比較在意的 ED 大家會看到ED 做的其實比較特別 如果你有去想一想它的內容 都像當年K-ON 在抄B圖詞 你會看到她一開始是一個人 這樣 躺在地下 躺在地下 慢慢起床 慢慢起床 慢慢起床的起床是怎樣 第一要留意就是 她是 兩個手碰地 即是四腳爬法 四腳爬法 然後慢慢起床 大家很正常 起床是半污堤的狀況 然後才完全是 個人打動的 站起來 這樣 你要考慮一個題目 這個人類 所以 反過來 這個是 人類 不要說人類 所有東西 它變化出來的 基本 它似不像是一個 人類 要用低 爬回去 又是嬰兒 應該不是嬰兒 應該不是嬰兒 因為你說最簡單 不要說最簡單 即是最早 你在恐龍出來之前 所有東西都是一坨嬰兒 那是嬰兒 那是嬰兒的英文 不會嬰兒 不需要那麥術 我們應該 總之是一坨類似鼻涕的東西 你說史萊姆 不是史萊姆 好像 一條砍沙 那條東西 沒有脊骨 有一條 有一條帶 中間 然後慢慢變成 你知的恐龍 什麼魚 那些東西 後來那些東西上水 你會看到一坨東西 就是它躺在那裡 然後變成四腳爬爬 四腳爬爬 之後開始有一些 半異竹行動 即是那些暴龍 那些 恐暴龍那些 然後慢慢去到 完全直立 即是胸毛出來 即是 寧人 寧人 那些 空毛出來 然後你可以說 它可以做回 演化 演化過程 其實 另一方面 你用另一個角度去想 妖精的存在 剛才忘記了 正常來說 最主要說 胎兒期 就是重演整個生物演進史 成長的最簡單的演進就是 頭和整體比例的變化 即是你看到你嬰兒時 頭很大 對比你整個人 但是你年多月大 頭的比例 又不斷縮小 即是你對背胎的時候 頭等於 你的人一半長度 但你想回 妖精的頭身比例 是兩頭身 即是頭頂的 其實它有沒有這些 暗示 還是純粹是玩可愛 這個不要理它 接著你會看到 它是OP 那個女主角 你會看到 不同人的背景 即是一開始看到 好像那些銅軍紮的帳幕 幾條木棍 紮住一個尖玻璃的 好像怎樣 調轉了一個空 其實那些是原始暴落的建築方法 即是那些愛斯基 沒有人的Fan 幾條棍 鋪一些瘦皮 這些最簡單的屋 接著你會看到 它是下一個 金字塔 都是一些古文明的東西 然後再下一個 已經變成一些平頂的屋 即是好像劇中的中世紀的屋 其實你可以說它是一個 暴落文明 因為是埃及的 農業文明 然後去到 有貨幣出現的社會文明 然後你再推下去 後面那些東西 你會看到有太極靈 你可以說是中央集權體制出現 或者那類東西 然後你會看到再推過去 你會開始覺得奇怪 為什麼太極靈之後 看到一些尖頂的東西 尖頂的東西 你可以有幾個解讀的 你可以說它是一些純粹是 德國那邊的一些歐洲拜占庭式的建築 你可以說西羅馬時代的東西 但是你由另一個解讀的話 你可以說它是教堂 它是宗教的出現 這個全部都是人類社會的演進 演進出來的 但是你去到後面 你會看到有些東西 就是推土基 這個佛鄉有什麼事 這個不好過公司 破壞文明的東西 什麼比薩斜塔 那些 看到它後面有幾個 那些東西 然後看到最後 一開始的東西 就是 那個人又站在那裡 變回 趴在那裡 變回屁 然後又睡在那裡 睡在那裡之後 有一樣東西是多了的 就是它會變回草 變回草 即是你那個人死了之後 Dekate 再變回食物 互調變回 回歸大自然 那個cycle 輪迴 其實這個是人類起源 或者物種 然後去到 衰退 衰退 就是那個個體 那個死了 但是 那種變成草 會不會是人類 種族滅絕了 然後妖精 又變成一個major的東西 即是它這些 就是 整個curve 基本上就是由低 去到一個高處 然後又回到低 是的 這樣就會看到 當然 它真正要表達是否這些 就不知道 這些是個人的解讀 但是 你會看到它是有個心機在那裡的 是 即是不會是定甲頭幾個女兒睡在那裡的 哈哈 很多 可以講過這個面 OK 因為其實單元 你可以不用怎樣追 一次就追回到大 這個都可以 優险的時候可以打太陽 對 這樣就是 他們只會推出這個 好 我們去下一趟 好 我們去下一趟 他們去推出這個 好 那我們去下一趟 好 我們去下一趟 好 谢谢大家